多謝主席 局長日前表示 即將重遷的扶貧委員會之下 將會設立一個 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 社會保障及退休保障專責小組 深入研究有關議題 並會探討優化現行退休保障制度的建議 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就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政府 將會如何凝聚社會共識 以及進行公眾諮詢的具體時間表是什麼 第二 上述的專責小組 將於何時成立 以及他的工作路線圖是什麼 以及第三 關於優化現行 退休保障制度 當局有沒有考慮 推行強積金公共信託人 公共年金 以及強積金自由行等制度 以及考慮合併發給長者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以及高齡津貼等建議 並就這些建議的可持續性進行推算 如果有 各項建議的預計開支 是多少 如果沒有 有什麼原因 勞工及福利部門長 主席 就兩位熊議員的提問 我答覆如下 答到第一和第二部分 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 主要包括三根支柱 即是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強積金制度 個人的自願儲蓄 以及無需要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 現在這個制度包括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縱援 高齡津貼 俗稱生果金 以及雙殘津貼 這個模式 是經過社會各界長時間討論之後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採納的 中央政策組 下稱中策組 就現行三根支柱的制度 進行可持續性的研究 並且在二零零七至二零一零年期間 完成了五項的相關研究 有關的研究簡介 已經夾附在政府當局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九日會議 提交與上屆立法會的退休保障 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文件 由於自金融海嘯之後 香港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不少的變化 加上相關的政策亦都有調整 因此中策組已經開展 新一輪的全港性的住戶調查 以更新相關的數據 預計最快在二零一二年的年底 有初步的結果 是被有關的政策局參考 大陸必須澄清中策組 在退休保障議題的研究 是探討現行三根支柱的財政可持續性 並非探討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是十分複雜和具爭議性的課題 尤其是涉及是否要供款 才符合資格等問題 社會上一直是未有共識 剛剛成立的扶貧委員會 核下設有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 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為副主席 跟進如何加強和改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 作為一項務實的措施 政府建議增設長者生活津貼 去補助年每65歲有需要長者的生活開支 金額為每個月2,200元 這項新津貼預計可以令到超過40萬的長者受惠 能夠有效鞏固退休保障制度裏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支柱 答應第三部分 政府對完善強積金制度促使收費下調的決心是堅定的 例如在籌備實施僱員自選安排的時候 政府已經要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積金局 研究將來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的配套措施 積金局也都將在短期內公佈其就受託人成本的顧問研究結果 包括一些降低行政成本的建議措施 積金局也都會在成本研究的基礎上面 提出一些改革方向的建議 政府也都會很小心考慮不同建議的成效和影響 強積金制度是由雇主和雇員共同供款制度 並且由私人機構托管 制度的設計是為協助就業人口累積退休儲蓄 因此這個制度在現行的運作模式下 並不會對公共財政直接構成重大的壓力 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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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主席 勞工的福利局局長 思維工作的扶贏委員會 我們上個星期也宣布了委員會的成立 裡面有一個專責小組 是重點著力去看兩樣東西 第一是社會保障 第二是退休保障主席 當然我們的重點 中拆組 我們的重點一定要看那三條支柱 持續可行性 這是當然的事 因為現在這套制度是現行的制度 一定要看是不是可以持續運作 但我屢次也說過我們在研究過程中 一個開放態度會吸納民間的智慧 民間的信息 從而看到我們的方向應該怎樣走 所以我們在這個階段絕對沒有排除 是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 但最出發點我們一定要很坦誠 我們一定要看三條支柱的持續性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的 就是希望鞏固三條支柱優化 但在過程裏面 其他的意見我們不會是封閉式的 我們一定會開放吸納民間的意見 主席 主席 不可以實行 可不可以繼續 是問題 但不是 我問的問題 你已經重複了你的問題 你每日給一碗飯 一個人吃 可不可以二十年後 都給一碗飯 他吃一天 有甚麼意思 請你坐下 不是你這麼聰明 你再問他 因為沒有答到 我會給局長 看看有沒有補充 請你坐下 你真是李老闆 梁國議員 請你移開 你前面的那個 那塊牌 因為你遮住 我看不到 局長 2017年之前 路線圖 這位有沒有補充 主席 很清楚 現在我們的重點 就是看三條之處的可行性 這是我們一定要出發點 做好我們的工作 但我再重申 專責小推 過程入面 會吸納民間的意見 的智慧 探索未來最佳的前路 當然這個不排除任何可行性 包括全民退友保障 我們的研究 多謝 王國健 對不起 梁國議員 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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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